作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美食家年华 吸引了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名人 来我们餐厅吃饭 昨天很出名的球王也有来 他叫美… 美伊 是的… 原来方总是美伊的支持者 那辉一知道就立刻安排 方总和美伊去吃餐饭 结果方总很开心 第二天就肯跟我们签约了 多谢你辉 那我们就要多谢那些飞机师 或者的士司机, 是不是? 他们也有份车美伊去新威廉国 哈利士, 你嘴巴這麼聰明 不知道你最近又帮公司 谈成了什么大生意 轻轻松松地跟海啸集团 打扮一个大项目 我今早就收到疯了 海啸集团的那个邵老板 因为涉嫌偽造账务 被警察拘捕了, 什么你不知道? 那快点停下这个项目 我立刻去搞 冷静点, 历史坐下 姐姐帮了你 我已经在财务部 中止了你计划的申请勃款 不过你为计划 开波投资的几百万 我想就冻骨髓了 你身为首席 这么重要的封你也收不到 还要你姐姐帮你收拾 对不起, 爸爸 我未来还有几个项目 我一定会大聚立功的 还有几个这么多? 糟了, 我赚了也不够他 你手上的计划 交给阿联就行了 你们暂时休息一下 知道, 爸爸 还有, 无法选择国王 计划下年想太空旅游 他也要聚焦我, 那阿联… 爸爸, 我有兴趣 到时候要跟国王应酬 这方面阿联比较, 都是阿联陪我 好爱爸爸, 我一定会做到最好 阿联陛, 我们来另外买人 刚刚搞定 谢谢 小龙先生这么空 从早上吃到现在了, 他没事吧 听说他虧了公司很多钱 让大龙先生罚他, 不准他做事 怪不得他的头顶好像有狗烏骨 不准他 下次给他… 麦叔叔, 我被人欺負 什么事? 威哥, 他做了几套首饰 分给我们, 个个都有 连那种菜肉丝也有 光是Luna没有 大家都没入门 有什么理由他有我没有 摆明大洗超 你们帮我争取一下 不然我会不会面子 威哥决定了的事 我们说也没用 还有, 我现在是罪人 哪有资格的帮你和爸爸揮 你们这么暗春? 他们不是暗春, 他只是面对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威哥不疼你 就是搞搞不在香港 他也分了一双耳環 可能威哥漏了 漏了就还死了 不就是威哥 连你这个未入门的媳妇都不记得 以后他进门了, 也没運走 Luna… Luna… 你不要小句吧 Luna… Luna, 不要生气了 最多我买一条鑽石链送给你 没钱吗? 堂堂农家未来的媳妇 连一粒石都没有 传出去就被人笑死了 是, 是我害你 稍后我帮公司赚到钱 爸爸就会原谅我 稍后… 你直接说他知道人不行 那我怕得罪爸爸嘛 你爸爸又不是皇帝 说句话, 要不斩头 斩头是不用斩的 不过, 之后就会没有运行 命运是自己创造的嘛 我试过创造, 失败了 还可以怎么创造 我们自立门户, 脱离农家 那就不用看人面识了 但我这样走出去 那不就是将我继承权拱手相仰 长官, 英雄做时勢 我们不要再等你爸爸施舍 一同一起建立自己的生意王国 你说得对 反正我都存了这么多钱 就算我脱离农家 我都可以闯出一片天然 不过就这样走不了童筷 那要怎么走才童筷 我们一冲爆了你家人的坏东西 一拍两散 你好 我是狗仔社老板, 老小小 你很面善, 是不是作家 是呀, 我打算多拌饭找室 对吧, 你们有什么材料想爆 听着, 我要离开捷农 我要爆农家家族黑幕 这么猛料?好 我们给你独家材料 你记得要写好一点 那你们想每周一爆 还是直接帮小龙山出本自传的 我打算做个访问而已 不行 香港十大富豪 农甘威的家族黑幕 怎么可以只做个访问这么浪费 你一如就出本自传 尽数心中情 听说很多明星和黄塞贵族都会这么做 通常都大卖 你爆料也是想出一口气而已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个版权卖 去拍电影、拍电视 让全香港 还不是全世界都知道 你在龙家受了多少委屈 好, 就出自传 到时候大家都会站在你那边 但是出自传呢 要作几万字, 很麻烦的 不要紧 我帮你写, 你口述就行了 行吗… 好 那只龙鸣明明明知道 我是不喜欢婚姻草的 但是他叫青劫部 换了全公司洗手间的香薰 做婚姻草名 那天我多不舒服 好, 推出给爸爸的招式 全部都失败了 簡直是战家 战家 真的很战教 那有没有权力斗争 当然有, 听清楚了 初戀琴飞 明明加冬飲要加三元 但是那只白天鹅 整天濫用即拳 叫新冬咖啡永远都不肯加 你说对所有人是多不公平 那大龙先生呢 他做了什么 令你想离开接路 爸爸… 我可以爸爸 我受伤心 从小到大 我跟他吃饭 他永远都只会把鸡腿 夾给其他人而已 我现在最想的 就是爸爸可以亲手 夾鸡腿给我吃 还有, 你送了首饰 给所有龙家的女人 只得我没有大小招 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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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有什么惊天大秘密 原来只有这些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我怕到时候我们出书 连第一版都卖不完 这也不够了 你出自传 读者当然想看豪门恩怨 耳鱼我炸那些 你有看过《唐心丰暴》 有 不就是要《唐心丰暴》那些 你们这些小学的东西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回去想过再找我吧 他说要《唐心丰暴》 你先去洗衣室吧 那就去吧, 这边吧 不是那边吗 那边吗 那边吗?那边吧 有可能在前面 找到了, 去吧 怎么搞的 厕所在这里也不遷就 爸爸迷信嘛 他找风水师设计这里的时候 说这个格局是旺旺的 我知道, 叔叔一定是用心 所以把商场设计得像迷宮 让人在中庭多走几转 全被他吸了旺气 老少少说得对 大家族应该有很多耳鱼 我诈明真暗斗 是我们太善良、太单纯 凡事都是看表面 没有想心一层 你们说得对 我以后看每一件事 都要想清楚背后有什么阴谋 我本尺寸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爸爸, 崔老板回大山业 这个星期我聊了 还有新位年过的业绩 亦在创新高 你们做得很好 公司有你们在, 我很放心 谢谢爸爸 Mas, 你的写真没办法 对, 你怎么带个道具写真来 你也没办法做 这段时间你就多休息一下 在家里睡得更晚 公司有我们就行了 那就叫我离开吧 爸爸, 你不舒服吗? 我昨晚跟张老板认筹 多喝一杯酒 爸爸, 别喝太多了 你记不记得你的肝做过大手术? 肝是你给我的 我当然要疼他 你突然又提起肝? 难道他想要脅爸爸? 臭老爷 你记不记得是哪个决肝给你的? 没错, 你还会留在这儿? 你何时交接龙肥肝? 来 知道了… 之后将来一定是你的人 是 碧书, 你看什么? 爸爸, 喝一口水 这么厉害 Linda提起了肝 你就知道想要脅你爸爸 你说的 想法就不要只想表面的茶 要想得深入一点 那我先记得去 记得… 哥哥 别阻挤人家, 不阻挤你们了 好, 那下次一起吃吧 好… 你能否说你弟弟的声音像是女人 他还很贪美 你看看他的下巴 剃鬚筋, 剃得一条都没有症 难道他是女人? 不, 我知道了 他妈妈一定是生了女孩 害怕没有继承拳 所以当他是儿子 那样 那又夸张了 你有没有和他一起去厕所 有没有见过他有什么不妥 那厕所也一起去的 但他去的时候也入了厕格 什么都看不到 还不是有古怪 他越看越像女人 还有Terry 是呀, 他这些气氏还有气魄 还问你爸爸花钱捧他 那倒是呀 他那个小学正书也好像是买饭 Kathy 菇仔, 菇仔, 西里炒饭 杨州炒饭 QC, 今天这些饭特别 適合你吃 聰明吧 你看看他们两个 是软饭妈寶 一个是软饭角寇 一个是软饭腐马 我记得你说过 你姐夫以前都是洗女人钱 怪不得你姐姐这么恶心 他也能相信 你家里真的很汁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料在手 我本自主有很多东西 我去写了 大龙先生还生机 龙景峰是女人 宋瑞辉跳艳舞 你的材料还继续他的唐心风暴 石龙先生, 你本自主一定大賣 我已经帮你想好整个宣传策略了 两星期之后 我就会帮你搞一个记者招待会 到时你就向外宣称 你和龙家断绝关系 一定会掀起舆论风暴 再等这件事发烤多两个星期 我就顺势帮你出版本自主 一定可以把话题里通上风风了 如果到时有电影找你开 我会做女主角 没问题 我们前途一定光明 到时想点就点了 自主大賣爆料成功 干杯… 先生, 伯母 妈妈, 你何时回来的? 我昨晚收到好消息 就马上打机回来 什么消息? 原来我们弄错了 根本威哥就没有送首饰比赛玉搞 伯母, 你不用哄我了 伯母Sindy明明说 阿搞有对耳環作假的吗? 那对耳環是白天鹅送给他的 威哥根本就没有送首饰比赛玉 你们看看 多谢伯母Sindy? 可能他多谢伯母Sindy另一件事 我今天一回来 马上就找一只白天鹅 我要他跟威哥对质 他怕你上来就承认他自己撒谎 说那对耳環是要分给阿搞的 特意想惹我们 有没有那么无聊 但是你之前以为我被人欺负 也没有帮我 我当然有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马上就去找威哥 不过威哥坚持要你进门 才送首饰给你 原来伯母你有帮我争取过? 当然有 我外国看到一套首饰很适合你 我特意买来补偿给你, 你看 很闪闪 很漂亮 谢谢伯母 你喜欢就行了 白龙先生, 二太太 什么事? 白龙先生有新指示 之前在你手上负责的项目 会交给你做 另外飞不到的太空之旅 都改成你去 又会?这么突然? 详细情言我都不清楚 我先去工作 好的 好 好 所有东西都回来我身边 Linda又会这么好 搶好你这东西之后又给你 那女人这么狡猾 可能有警棍 也有这样的可能 稳定起见 等我去收下风 就来看看你是不是有龙 Linda 姐姐, 为什么你要让些东西给阿哥 我看他最近卸了 我做姐姐的真的很心疼 就让一下他 但是你平时跟他狗狗狗狗 你现在竟然对他这么好? 他始终都是我弟弟 其实我心里很疼他 但是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所以有些东西我真的不敢表达出来 我是一个外界女儿 无论我做得有多好 爸爸也不可能把整盘生意交给我 我下半身可能也要继续跟他合作 我们哪有计算 原来他身体里面是对我这么好的 但我还一直这么恨他 爸爸 你今晚想我陪你去见客? 爸爸 曾老板, 你好 你好 怎么样?想吃什么? 要不要开小熊子? 爸爸, 你说事 之前你有几个咳嗽 多人不要喝酒了 待会我帮你叫一杯暖水 你的肝也不太好 你也不要喝太多了 怕什么?我今天就开心了 你儿子叫你少喝点 你就听听他的话 那好吧, 不喝就不喝了 你们两父子感情真的挺好的 我这个儿子很能做的 接龙将来都是指望他的 真的? 当然, 你是我的儿子 我一盆生意不交给你, 交给谁 来…你最喜欢吃的 谢谢爸爸 爸爸, 爸爸终于夹鸡腿给我吃了 福建者会还有五分钟开始 你们先看熟稿 我稍后再来叫你们 加油 谢谢 好, 拜拜 稍后不要挟墙 记得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 都给你了 但是呢 很乱 即我一直都以为 爸爸和姐姐是不喜欢我 那我现在才会即嫂他们 但原来他们是这么喜欢我的 你不是想缩衣吧 之前以为爸爸一直都是大小超 妈妈又不肯帮你 那你才会生气 那你现在都知道是一场误会来 那你道火应该即下了 我们走到这一步了 整班记者在外面等着 现在走了, 一定会被人唱的 让我去洗手间 冷静… 细寸自立门户失败 被大神经济封锁流落街头 那细寸就玩完了 我呢, 我想来想去 我真的不想出卖家人 不如就这样算吧 如果Max和细寸一样 自立门户失败 还被大龙山经济封锁 到时我不是好丟 白不过 好啊, 算了 反悔就是反悔 突然之间又这么容易说的 你刚才说 如果我丑了会被人唱的 只要你开心 我一定会无条件支持你的 你对我真的好 要走, 快走 记者会就开始了 好, 走… 姐姐, 吃鲍鱼吧 谢谢 谢谢 爸爸, 来, 喝一口茶 去吧 Max, 我的记者朋友跟我说 你最近召开记者招待会 但那天突然失蹤了 其实你有什么爆料 和为什么你突然失蹤呢 也没这种事 我哪里有料爆料才可以 我想是必记者乱饮社 一定是, 来, 吃吧… 你最后有多少给老少少 五十万 那么多? 不多了 赔偿费加掩口费差不多了 但我们虽然冲动了 花了不冤王钱 也不是 我可以重新认识爸爸和姐姐 五十万, 值得 你自自浸, 吃东西在聊什么 我自自浸 是叫Luna做预备定 一些文件我明天见客用 不用了, 你们继续休息 手头上的东西交给阿联 还有上太空的事 我会陪爸爸去的 怎么办 之前你姐做身体检查 发现身体有个子宫肌瘤 需要做个小手术 他怕不够时间复原 所以才把工作交给你 幸好, 手术很顺利 我康复得很好 现在我决定跟上手头上的事 你又说他疼你才让人给你做 是呀, 我亲耳听到的 是啊, 弟弟 哥哥, 你那场子弟親情戏 你拍得如何? 你拍得如何? 導演, 很满意 幸好你之前陪我练对白 那个姐姐的角色 肯定是那个穷編剧寫的 寫得那个姐姐龜无能 什么都让给肥小孩 肥小孩是我 一定趁他病, 拿他命 原来我弄错了 卫生老板 好啊, 没问题 合作愉快, 拜拜 威哥, 那个曾老板 终于肯跟你筹合约了? 我聊了三个月了 终于聊得整个 聽到那个曾老板很麻烦 你要用什么招数搞定他的 姐夫找人查过曾老板 他小时候没有了爸爸 一直缺乏父爱 所以他就找了历士和他吃饭 在他面前宣传慈父形象, 博他好感 我也是他什么样子 威哥, 你真的很聪明 我真的是傻子 竟然以为他们对我好 好, 原来什么都是假的 不行 我稍后就要稳劳一点 重启出自主的计划 算了 想像你和龙家的面子都没有好处 还是留在这里 专心生计成人比较好 我会全力支持你 我还是不想你学细诊 你真早 年轻人 他给你打算 一字是文章 说明ка 噦 向天著 其16 在那還 也